政府工作报告定调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向 我们会技术的发挥了几家台的战略和合理 又包括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和财税方面的政策 重点降低企业税负 大力优化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经济血脉如何畅通 央视财经评论稍后开评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继续两会热点评论 今天我们聚焦金融和民营经济 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讨论 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道奎先生 一位是我们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 欢迎二位 那今天上午呢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会 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携三位副行长陈雨露 潘公胜和范一飞 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 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那现场媒体关注点包含货币政策 人民币汇率 金融数据等等很多方面 对于去年3月刚刚履新的易刚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亮相全国两会 那在开场白中他这样说道 在过去一年 我们面临了多年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形势 外部由美联储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 带来的不确定性 国内有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叠加 还有强化监管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挤碰头 导致社会信用收缩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接下来的货币政策方向自然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是怎么说的 和以前比较 我们没有提中性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更简洁 但实际上呢 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还没有变 我们主要 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在呢 就是货币政策 要体现一个逆周期的调节 同时呢 货币政策在总量上 要松紧适度 今年的这个松紧适度呢 就是要把这个广义货币M2 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 大体上和这个民意GDP的增速 保持一致 这就是一个松紧适度的概念 这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 尤其是小微企业 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那么人民银行呢 我们今年呢 在这个方面呢 要进一步的加大 这个工作的力度 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 我们要加大这个逆周期的调节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同时呢 技术要运用了 这个结构性的这个货币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来加大支持 第二呢 就是完善普惠的 金融的服务体系 大银行的要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基因机制 一些中小型银行的要专注于小微和三种 第三呢 我们会技术的发挥了几家台的这样一个合力 又包括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和财税方面的政策 第四呢 就是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 包括这个技术用好 像在债赚市场 我们要技术发挥好 债赚市场这个融资公助的这个支持作用 支持了优质的这个民营企业 扩大债赚的这个融资规模 同时呢 发展资本市场 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央行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部门之一 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 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啊 所以今天我们财经频道的记者 在发布会上问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关于货币政策走向的啊 我知道道奎老师 您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那对于今天议行长所提到的说 这个虽然没有中性两个字 但是这个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 你会怎么看 哪些完全不会变 哪些可能还会有一些微调 首先看来有什么东西会变 今天变的跟去年相比啊 可能总体上讲 流动性会比去年相对的宽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去年一年的实践 看来啊效果不太好 去年是 我打比方 去年是希望节衣缩食不吃饭 这种方式来饿死癌细胞 真正要针对治疗癌细胞的话 应该保持你的养分 保持你自己的正气 同时有针对性的靶向治疗 所以易刚这个表态啊非常重要 虽然他的话很谨慎 但是蕴含着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性的转变 就是流动性会相对比较充足 但是这个充裕的流动性并不会带来 也不应该带来 这个新的带账坏账 带账坏账要同时要解决 所以其实就是我这么理解啊 就是一方面说这个大家市场已经对资金面的宽育表现出了乐观的情绪 但是显然我们的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不能走过去的一些老路和弯路 所以市场是不是还是应该保持相对的理解 我觉得我们很多情况下在理解货币政策层面 就要么紧要么松 但是今天一刚讲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政策究竟怎么样算松紧适度 就是要跟民意GDP的增速要差不多小一致 那么按照民意GDP的增速的话 目前的M2应该说还是偏低的 对吧 2月份8%应该是偏低的 所以还有 但是不意味着什么 不意味着像过去要放水 因为大家一听说流动性要重域 因为中国的汉字太丰富了 大家会理解成说是不是又要放水了 又要怎么样了 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就算说我们现在不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流动性的重域来带来新的问题 而是完全服务于经济增长的需要 而解决现有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货币政策的理解上 我们对松玉井两个字 可能会有新的一个类害的理解 其实过去两年 如果你把过去两年放到 过去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来看的话 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 相对而言是比较紧的 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的供应量 都比预计的要低 比政府工作报告的预计的要低 也低于基本上是略低一点民意GDP 对 实际上过去两年仔细看的话 所以这个表态易刚是 如果你把过去两年的数据 搁进去的话 你会想今年是相对的 所以有个平衡 我觉得平衡在哪里 就是货币政策本身一方面 当然要发放一些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服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多少钱 应该给多少钱 所以今年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有一个就是利好化了 过去我们怎么样松 怎么样紧 有个民营GDP可以做参照 而且他其实还说到了 这个结构性优化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 不能制造新的问题 但必须要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要向中小和民营企业倾斜 那其实我觉得看到这儿 大家会说 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 给予政策支持 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了 现在提出是真的会有解吗 这次会有新的变化吗 这次提出来 我相信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开始 就是系统新的改革的开始 那么央行等于牵这个头 那怎么叫系统工程呢 首先你想央行的相对充裕的流动性 要传导到商业银行和其他的 比如新托机构 金融机构 给中小企业 微型企业贷款 这个传递的链条比较长 需要各个方面的监管机构 共同努力 那么讲得更明白一点 比如更具体一点 比如说 具体给银行贷款的金融机构 它的利率要跟它的风险 贷款的风险配套 匹配 你不能限制它说 你的利率不能太高 那如果你中小企业的风险是高 它中小企业很多愿意 稍微高低的利率 它也比高利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改革要搞 要进行 你不能在利率上限制人家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还得要引导 我觉得这文章在 这功夫在文章之外 你得要引导什么呢 要引导银行 不要去给那些大型项目 一次过 把那个钱往里生 那个大型项目 记住这是项目 那个给它另开闭一个渠道 现在我们过去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精准 为什么 我们过去为什么中小企业 贷款难贷款 归一个 我认为一个根本性的 一个大的框架性的 系统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银行特别愿意带给那些 所谓的PPP 就是这个企业与 有政府的贷书 成本又低一点 它不会破产 第二量大 第三竞争调查 太容易了 一比过几十亿出去了 你把这个渠道 把它掐断 那个债务融资了 银行就乖乖的 它就得一个一个 甄别风险 一个一个给企业贷款 所以这也是个系统工程 对 其实这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创新机制 我不认为 就这么多年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进展 还是有进展的 因为大家不断地中介 特别是商业银行 其实创设了很多办法 怎么样为中小企业服务 但是我们能不能 把这些办法本身 更进一步地做一个提升 就最机制层面 我们怎么样主动去对解 哪些经验可以好 可以去推广 哪些不可以 比如说我们经常 抬到中小企业的风险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最关键的 这么多年 我们最大的进步在哪里 在如何预防风险上 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 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我们讲大数据等等 讲怎么样去了解 这些企业的信用 我们再进步 随着这些进步 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是可以有一些 长效机制的 所以我觉得金融机构 可以在目前情况下 在机制层面 主动做一些创新 主动做一些对接 二位刚才说到了 这个量化 我们也看到今年 一方面说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 小微企业贷款 要增长30%以上 另外一方面 刚才短片中 我们看到了 潘工胜副行长 在今天上 我们的发布会中 也提到了要防止盲目支持 突击放贷的现象产生 这个中间怎么平衡 是的 确实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来看 咱们的民营企业 很多是在产能过剩的行业 不是说所有 很多是产能过剩 比如说建材 比如说玻璃木墙 这个行的 那竞产是极其残酷的 产能非常的长 大量的过剩 那这些行业 事实上应该重组 应该兼并 应该退出 那这些行当 你不能说他一缺钱 你就给钱 所以你银行 还是要按照 每一个企业所处的 行业的基本面的情况 来风险定价 来决定给不给贷款 不能说我完成任务了 上半年我要30% 因此我就见了一个申请者 我就给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说过去不给你钱 就突然上面一讲说 你必须支持的话 追着给你钱 不乱点钱 所以我觉得这产业层面 就是道贺老师刚才讲 这产业层面 做一些区分是必要的 就是有些不能因为它大 但是它属于产能过剩好 你只能让它去进行区分 所以货币政策本身 我觉得这产业层面 也是可以发挥一些引导作用 但是不能给大家的感觉 我今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或者说我今年就是要学了一封 对吧 我就是要拼命地给民营企业 这样可能会有其他一些后患 好 那我们看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还提出说改革完善金融 支持机制 因为机制的完善 不仅可以给民营企业来输血 还能激发企业的造血功能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 最近对一家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采访 成立三年的彩虹鱼 是一家深海高科技公司 主要从事海洋科学技术开发应用研究 为了有效支撑万米级载人伸前器的研发 公司资金需求非常大 而即将开版的科创版 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的规定 让企业看到了希望 从12月到现在 他们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现在等于到了上市的最后的冲刺阶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桌子上 摆得满满的各种各样的材料 无信告诉记者 去年国家实施海洋战略 让多个地方政府看到了海洋经济的潜力 深耕海洋探测多年的彩虹鱼 接到了上千万的大订单 但是订单量多了 深海探测仪器却不够用了 可是动辄上千万上亿的 海洋科考船和仪器 让刚刚盈利的彩虹鱼力不从心 这是很多科技企业 目前面临的问题 市场很大但是缺资金 即将设立的科创版 让初创的中小科技企业 可以更好地与资本对接 国家推出的科创版 就解决了我们这一大批 这个所谓中小的科创型企业的 一个燃眉之急 那么他把这个一打通以后 就实际上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产学员资本的 我们叫任督二脉 就像人一样的 他这个血液就循环起来了 他就进行了一个良性的 一种发展的一种动能 他就有了 据悉我国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共有九千多万户 是促进国家发展 增加就业岗位的重要力量 目前一些金融机构 还利用金融科技 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田昌岳是建行金融科技部的负责人 他说 以往银行中只关注企业的财务数据 现在银行的大数据中 增加了数千项税务 工商 社保 海关等 政府部门的数据指标 大数据画像 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银行向民企 放贷犹豫 隐形风险大等问题 而且还非常符合民营企业贷款 高品小额的特点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记者对科技创新企业的一个采访 其实科技创新型企业 尤其是民营的中小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可能它更有特殊性 比如说它的成本 它可能压力更大 它的这种不确定性会更强 所以我们一方面讲 刚才通过银行的体系 给我们的企业进行一种输血 而对于像这样的企业来说 是不是造血的这种需求更为迫切 是的 我打个比方 这个民营科技型企业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天才 像少年班 他13岁就上大学了 他还没盈利呢 他还没读完那个高中的 但这部分学生 如果你挑对了 他可能以后拿诺贝尔奖 是不是 他能成杜角兽 但是这有风险 但少年班我们都知道 大量是不行的 不 咱不好意思 这说工具说 他有不确定性 对 有不确定性 所以什么意思 所以关键是不仅要给他钱 不仅要给他融资 而且要给他一定的辅导 把他的经络打通 就好比说少年班的班主任和辅导员 要专门的挑选 要帮着少年班进来以后 别走迷失了 进来大学了 玩游戏了 不读书了 那就不行了 所以对科商板 还有银行 都支持这种科技企业 但是同时要做好辅导工作 帮着他们机制理顺 所以就是多渠道 多种方式 银行相当于什么 就是银行相当于 就是普通教育 义务教育 大家都接受这种教育 都一样的 我必须这样 为什么呢 对银行来讲 不管他掏多少钱 他愿意给那个风险小的 对的 对吧 但是其他的金融机构不一样 其他金融机构 比如说他有非常盈利的要求 他有一套选择机制 他就能选出天才 对 比如说从小就认为 李道亏计 天才 有人选择 他去哈佛 就这样的 但是有些他选不出来 因为十个里边 可能有七八个失败了 对吧 但是有一个成能就可以 这对银行不合适 所以我们现在讲 中小企业融资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不仅仅是银行 而是有大量的机构 愿意冒险 愿意去做这样的事 我就愿意去抓究 我就愿意去 去买选票 买那个彩票 什么 来中奖 那就可以 像这样的一些 我们也要鼓励 而且这个融资过程 本身也是一个 达通脉络的改造过程 不光是给钱 不光是给钱 还要帮助它提高 因为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讲 你现在不给了钱以后 还要参与企业治理 还要为它的大方向进行 进行支撑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 多层次的这种金融体系 来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特别是科技型企业 更加需要这种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两会开始前 科创板已经是大家讨论的 非常大的一个热点 那像科创板 类似的这些措施 未来你们预计 就是在进一步 疏通民营经济的这种融资渠道 修复民营企业的融资功能中 还可以大家有哪些途径 哪些方式 那很多很多了 比如说天使投资基金 比如说私募股权基金 但这些基金其实 它最后最后 往往都依赖于 还是股市 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它要退出 因为它这些机构不可能 就像这些机构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初中的老师 他培养一个少年班 他就要培养下一波了 他不可能把这少年班学生 一直培养到研究生 博士生 那个要求太高了 他也辅导不了了 所以科创板和资本市场 广义地讲 它有极其重要的 市场拨千金的作用 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可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对于资本来讲 它是要赚钱的 对吧 到最后我培养一个天才以后 我需要有回报的 那么回报的途径在哪里 其实现在在国内来讲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资本市场 然后来上市以后 大家得到这么一个设计 当然可以有别的 比如说并购等等 这些市场我们也要建设 其实我们每一次谈到融资 谈到金融体系 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事非常多 途径也非常多 对 那我强调一点 资本市场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搞不好 这个当然我在政杰 你看提了很多年 提了很多年 就好比中国租球一样 为什么搞不好 有基础基础东西没做对 对 就是法治没搞对 对 你看 你看很多违规的事情没抓住 你比如说最近这个证监会 刚金桑上公布的 有三起违规事件 那才罚多少钱 我看了一下十几万二十万 那算啥呀 所以今天 太少了 今天有人讲说 那个谁谁谁才罚了多少钱 太少了 它顶格才六十万对不对 它八十万是六十万 对 顶格反正不到一百万 顶格 所以需要什么呢 需要建立专门的金融法院 金融检察院 和金融的公安部的 金融刑事侦查局 专门查这个 好 那支持民营经济 我们的血脉如何让它打通 进而畅通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和两位探讨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玲 如何进一步疏通 货币政策的传导 让更多的小微企业 能够享受到 政策带来的红利 我们来听听 两位嘉宾 最后给出的核心观点 我想千条万条 最后一条 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还是要按照 它的客观规律 来有张有迟地来推进 尤其是产业的规律 因为目前 我们很多的民营经济 它的产业 是产能过剩的 那么固然有些 新兴的投资的一些渠道 但是呢 要有新投资 也必须要退出旧的产业 有进有出 这才能够新陈代谢 不能一味地 哪个企业出现问题了 马上给贷款 这样子就违背了 我们的基本的规律 不能妈妈是的你 不能你 对 我也觉得就是 因为三月份 马上就要学雷锋了 每年的这个事 大家都会做一些好事 我就非常担心 我们搞中小微企业 为金融为他们服务 也成为一个学雷锋 它应该成为一个 长期的基本的国策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月 每年都应该支持中小微企业 而不是说到了三月份以后 这个小学生都学雷锋 都扶老太太过马路 是吧 是每年到这个时候 是各个城市的老太太 都不够用了 但是一过这个月以后 大家老太太过马路 没人管了 没人管了 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些 长期的基本国策 因为中小微企业 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对它的重要性 包括金融 对它的重视态度 包括基本政策层面 力度还是不够 你觉得还不够吗 认识程度肯定不够 因为它的重要性 有多重要 我们听很多人讲 其实都是很虚的 但事实上 说没有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我们能有今天 包括它的那种活力 细胞作用都非常大 国外也是这个经验 德国的经验 主要就是中小微企业 那德国有一条 咱们举个例子 就是你欠钱 你欠车都可以 你不许欠中小企业的 欠中小企业最佳三等 是这样 对 大企业绝对不能 欺负中小企业 你看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企业 现在这个借贷 拖欠很厉害 对 所以中小企业 是最倒霉的 而且是很多情况下 其实大家 其实有很多情况 不重视它们 你包括在很多 比如说就业方面 社保方面 一点点的举动 对中小微企业 影响都非常大 但是大家发现说 它不就几十个人吗 但是我们90%企业 中小微企业 那几十个人 一下子90%的 出了问题 大家就很关键 所以我们觉得 金融的重点 其实是中小微企业 是的 不是 因为大企业 它途径更多 而且随着我们经济的 不断升级 很多中小微企业 它实际上有自己 独特的技术的 对 就跟德国一样了 很多技术 是在中小微企业那边 对 你如果倒了一个 倒了一片技术 所以这个以后 经济升级以后 更加重要了 所以其实我们 去年以来 对于民营经济的 各种政策 就已经在出了 我不知道两位 在平时的调研中 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政策 已经出现了一些效果呢 有一些效果 但是还差得很远 还要落地 还要落地 就刚刚我说 拖欠了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没过 那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